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百香果酸酸甜甜的,特别的解馋开胃 除此之外,百香果还富含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维生素 百香果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 除了直接吃以外,还经常用来做果汁、果酱、水果茶、冰棍等等 不过吃了这么多的百香果肉,你们吃过百香果皮吗? 爱吃百香果的朋友都知道,百香果果肉营养丰富,香味浓郁 而百香果皮的营养也跟果肉一样的丰富 我把做好的百香果皮发到朋友圈,网友们纷纷点赞 说没想到百香果皮还能这样做,都说看着就很好吃 很多朋友就留言问我要做法 这次为了方便大家看,特意又做了一些 大家可以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哦 我们先用水果档,把百香果皮、硬皮全部削掉 只留下红色的软果皮部分就可以 我们在挑选百香果的时候,要挑选果皮光滑的百香果 不要选皱巴巴的那种,光滑的也会更加的鲜嫩多吃一些 消耗皮的感觉像是一个桃子一样,好想吃啊 像这样全部消耗就可以了 现在来把百香果对半切开 这里大家小心一点不要伤到手 然后把果肉挖出来 哇,看着都流口水了 你们有这种感觉没 一会儿就有一大碗了 挖出来的果肉我们可以放到瓶子里迷风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或者是冷冻 用来泡蜂蜜水或者是做糕点都不错 还可以用来做酸汤,味道也是一绝啊 现在我们先放在一旁 然后我们来把百香果、果皮里面 贴着果肉的这层白色的薄膜撕干净 这样就全部撕好了 现在我们先把果皮先清洗一遍 加入一点点食盐 我们都知道食盐杀菌的效果非常的好嘛 倒入清水 先把食盐搅拌溶解开 然后一块块的把白香果皮清洗干净 现在我们再换水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这会儿洗出来的白香果皮就非常的干净了 控水捞出放在案板上 现在我们来把白香果皮切成细长条或者是大块 如果有深色疙瘦的地方要切掉 不然吃到的话会割牙 切好直接放入锅中 现在往里面加入白砂糖 白糖的量可以根换自己的喜好加入了 不知道的朋友呢 也可以按照2比1的比例来做 然后倒入清水 可以淹没白香果皮就可以 现在盖上盖子到火烧开 然后转中小火慢慢熬煮 这是6分钟以后的样子了 已经有点呈现半透明的状态了 不过还不够 我们继续盖上盖子 中小火再煮几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柠檬 先把头尾切掉 再切成柠檬片 然后直接放入锅中 慢慢翻炒 如果大家不知道柠檬片该什么时候下锅 可以看一下 像现在已经完全煮软 呈现全透明的状态的时候 这会儿就可以下锅了 现在翻炒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加入柠檬片呢 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让它变得酸酸甜甜的 正好解了白糖的腻 1分钟以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烤盘 把煮好的百香果皮放在烤盘上 当然 大家也可以放在太阳底下爆晒 晒个两三天左右 水分晒干了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它拿放入烤箱中 160度上下火烤半个小时 具体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烤箱的脾气来调节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 闻着一股酸甜清香的味道 流口水了 现在已经满屋飘香了 小孩早就已经馋得不行了 直接取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非常好吃的百香果皮干就做好了 百香果皮干吃起来香软又嚼劲 一块切一块的特过瘾 这样一盘大概给我家孩子吃三天吧 百香果皮干放凉以后呢 用密封的罐子装起来保存 放冰箱冷藏可以放大概半个月 冷冻可以放好几个月 百香果皮这种做法火了 试试收藏起来做了发的朋友圈吧 网友纷纷点赞说好吃 要学着做呢 今天分享的百香果皮干的做法 您喜欢吗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您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